今晚八点 周深个人线上演唱会彩排 十三首歌本名来听 录音夏日歌会 悄悄发了一个彩排现场的花絮 抓到了一只蹦蹦跳跳的周深 这氛围感马上就来了 惊喜就在今晚八点 想到你身边揭开 录音夏日歌会直播马上开始 请大家有序入场 入场规则 准备好零食 请不断丢垃圾 保持安静 请大喊大叫 好了 我准备好了 零食饮料一把抓 跟唱摇摆 没再怕 保证不乱喊乱跳 安安静静看歌会直播 那大家也要记住我上面说的话 今晚八点 想到你身边的我 唱给你们听 周深像一位超级圆梦大师 不但圆着自己的梦 还实现着米子们的梦 周深请你看电影 八月六号 设下生命专场观影 十二座城市一起相约 周深在十二座城市包场 请生命免费看电影 邀请你共同完成这场 使听盛宴 在这个夏天 一起去看爱里面所有的样子吧 他说 想要留在舞台上 唱更多的歌给你听 他一直在努力地实现着 让我为你唱首歌嘛 的确是作为歌手来说 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唱歌 能够去给别人力量 我觉得是一个 让歌手感觉到 非常幸福的事情 去到越来越多 自己喜欢的舞台 然后有越来越多机会 去让大家听到 我觉得这是我 最有成就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 这作为歌手来说 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所以今天的主题 我真的很喜欢 让我为你唱首歌 也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努力 让我继续有机会 去为你们唱首歌 从路边嘈杂的小商演 到看着还算不错的大商演 到拥有各种精美舞美的舞台 以及最高端的央视各种晚会 他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走来 一个舞台 两个舞台 上百个舞台 他不曾停下脚步 哈喽大家好 我是想到你身边的周深 接下来是 深深快问快答 直播音乐会唱歌 因为我全身心的都投入在了我们音乐会里面 还没有想到如果结束完音乐会就做了多好多事情 把音乐会唱好 因为直播真的压力很大哦 我有一个少管我是会用的 你咋滑我 然后有一个顺便 哇一百分之满分 自小我觉得是要留给他们打吧 我那我打了七十分 七十到八十分吧 不是到八十分 我希望你们给我打分的时候能够打个七十分以上吧 首先就是我不会读出的那两个字 保你个头 舍得穿你的保你个头短裤啦 如果什么表情 第一套就很好 能不能再变回去 是说短裤吗 是的 难道我后面那些那么辛苦变得西装不好看吗 不仅不尊重我的歌 还不尊重我的造型 当前最喜欢的就是 你要去哪呀 我要去看想到你身边夏日歌会 他说要把演唱会开到我们家门口 所以他来了 今晚八点在抖音夏日歌会里 开始近两个小时的个人线上演唱会啦 今晚周深歌会直播的歌单已解锁 周深将会演唱十三首歌曲 太棒了 今天的歌会非常的重要 在周深之前是孙燕姿 张慧妹两个天后级别的人物 这一次周深打头阵可见有多重视 据说周深为这一次演唱会准备了一年之久 坐等今晚聆听周深的歌声 我们不见不散 看待线上演出这样的一个演出形式呢 就我之前在做TME Live的时候 我在想 线上演唱会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 会不会大家肯定就没有 现场更嗨 因为现场所有的音响会放得更大 什么之类的 然后后面进行了一次TME Live的尝试之后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它会显得让去听的观众更方便 更听清楚我们要表达的东西 已经更看得见整个舞美的角度吧 因为它有很多的镜头去切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现场比不了的 因为我之前也有去看演唱会 尤其是场子越大的演唱会 你其实很多时候 歌手想说的一些话 在下面是听不清的 你只能跟着气氛 耶对 然后这样去 他在会说什么 然后我看演唱会是有这样 所以我觉得线上演唱会就克服了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听得见歌手想表达的每一个细节 而且就是现在因为很多时候也更方便的 让我们去进行现场演唱 因为疫情还没有完全过去 所以很多地方也没有办法去办这样的演出 所以在线上演出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爱心满满 温暖依旧 多么善良的人啊 贴心可爱的你 请生命免费看电影 听线上演唱会 还赠送福利小礼物 太让人感动了 周深在抖音发了魔鬼合唱挑战 不会还有人不知道吧 杨迪生气的隔空指导周深唱歌 隔词烫嘴 合唱挑战秒变吵架现场 加油 因为这个非常非常难 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的 我绝对可以 真的好难啊 我 想想 我 是 漂亮 我 你 好 笑 我笑 为什么要这样唱啊 我没有见过这么唱的 人家都是你唱一段 我唱的 我笑 你从中间挑自拍 我 想 笑 笑 周深 周深 周深你唱一段 我唱一段 不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唱 我不是歌手 谢谢 好唱 快来交作业吧 交了 8月6日晚8点 想到你身边抖音夏日歌会 记得和朋友一起来看 我会来看的 近日 杨迪发布了与周深合唱的视频 视频中 周深罕见的 发起了单字合唱的挑战 杨迪直呼 好难啊 随后 磕磕绊绊的 开始了合唱 唱到一半 杨迪忍不住质疑 为什么要这样唱 但是试图跟上周深的节奏 然后开始隔空指导周深唱歌 这一幕被网友戏称为 一个天籁之音 一个语言康复 不得不说 真的是非常的形象了 其实杨迪和周深 之前还是有挺多的默契的 不过在现在看来 默契有 但是不多 这波斯猫兄弟真的是笑死人了 好难啊这个 我看到了迪哥的街唱 迪哥我是来让你唱歌的 不让你跟我吵架的 就唱了三个字 吵了十句 周深 迪哥不愿是你 我就准备回去 就自己拍一个 对我就告诉大家 没有那么难 我是真的会拍啊 大家真的会谢 这给谁唱 世界上的另一个就是 对啊 就是我 周深这一段时间 可谓是忙得不可开交 就拿8月4号来说 早上十点 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 电影《遗憾曲》上线 晚上央视七夕晚会 周深空灵唯美地演绎了如愿 电影《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上线 也看到了周深镜头 虽然只有几秒 再加上过去的初到八年 百花奖压轴演唱和常驻综艺的录制 而且还有 也就是最重要的 8月6号周深的线上夏日歌会 就要开演了 的确是忙到飞起 重点说一下 8月6号周深的线上夏日歌 还没有预约的朋友们 赶紧了哦 我吃爆米花过敏 真的吗 我不信